我们今次用以赛书55章第8节至13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先好吗 慢慢留心去看内容 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人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人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人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人的意念 语说从天而觉 亦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杀种的有种 使要是的有量 口口所出的惯 又必如此 却不肚然返回 乘就我所起于的 在我发芽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隐度 大山小山 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前夜的树木也都拍掌 从树掌出代替荆击 翻石楼掌出代替侧来 这要为药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合展出 在这里 首先讲到两样的图画 两个图画 前面两个大图画 一个图画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路和他的意念高 高过我们的意念 一个图画 第二个图画就是 语说不会图然返回 它是会滋润地土的 同样 神的话语都会成就他一切的事 这两个图画 首先我们看的时候 到底怎样将它联系呢 怎样联系呢 一个就是 神的路高过我们的路 好像天那样高过我们 意思是 诗经说 这条路到底是神自己走的路 因为神为我们安排的路呢 因为夏文说到神在我们身上做工 所以这不是说神自己每天在走什么路 是指神为我们预备的路 祂为我们预备的路是很高的 而后面就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节是一个形容来的 就是说到 好像那些雨雪 落了地下就不会回回头 就会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麻生 结实 使杀种的有种 要吃的有粮 就是说 那些雨雪是不会回回头 同样 神口中所出的话 即是圣经的说话 神所说的 不会图然返回 不会 没有做事就回头了 是会成就神所起业的事 神所起业的事 跟人说起业有点不同 因为有时候人们说 我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和谁结婚 那未必是好的 我们通常都有负面的看法 觉得他经常喜欢吃东西 经常喜欢女生 但神起业的事全都好 神发出他的话语 成就一切是必然亨通 即是神的话会成就 成就到底是什么成就 这个就是诗经 成就什么呢 成就什么呢 圣经经文所说的 应该指的是神的话语 在人生命中成就的工作 因为下文也说到 人们会很开心 神的话语 会更新人的生命 会将永生赐给人 赐给他新的生命 将他的生命改造 这就是说到 他成就的事 会亨通 会改变人 接着呢 那些人会怎样呢 会变得开开心心 这样出来 在这里欢欢起出来 平平安安地蒙引渡 蒙什么引渡呢 这和上文是有相连的 就是蒙神的话语 神的圣灵的引渡 上文就说是神的路 神的意念 这里就说 好了 我就会这样引渡你们了 走这条路 这个就是 将他两个意念 相连的一个意念 就是说 我呢 有条路给你的 有意念给你的 那我怎样成就呢 我就发出我的话语 我的话语呢 就会成就神要做的事 接着呢 他的话语呢 就会改变人了 那些人呢 就会被他改变之后 开开心心了 充满圣灵的果子 就平平安蒙引渡了 被神带领了 神的话语带领 和圣灵带领 那带领去哪里呢 去回上文 就走在神的路 就是带领 就是带领 这个就是将用 所以我跟你说 《识经》呢 用经文的字 来解释圣经 尽量不要自己 《识经》的过程 尽量不要用其他的字 一定要在经文 找出那个重点字 将它相连 所以神的话语和圣灵 就会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去哪里呢 就去回这条最高的路 最高的意念 当我们走到这条最高的意念 我现在就是 粗略地 go through 这个经文 就是识经文 我稍后再讲到 废人神属性 接着呢 大山小山在你面前 发声歌唱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些叫《 figurative language》 即是不是 《以人法》 《以人法》 也写中 《以人法》 是的 《以人法》 是一个形容的 不是它直属的 即不是真的 那些山在你走到那些山上唱歌 而是 到底代表什么呢 《起来的山》 到底这个山是指什么呢 在我们面前 在我们面前 那些山都会唱歌 那些树会拍掌 那这个应该 不是指我们 因为 在我们面前 也说 我们的生命 的果效 应该是 因为 它说明 是在你面前 就是说 你去到哪里 那些环境就改变 那些人就改变 那些人就改变 他们又开开心心 那样 大家能不能拿到 因为这个经文 是说 在我们前面 所以我便说 不是我们 是我们的前面 就是我们的前路 那些人都会被改变 他们就开开心心 那些松树 掌出代制的经济 这个代表什么呢 是否我们走过那些山 就变成了好树 还是应该指到 那些人会改变 就是我们去过那些地方 或者在一个教会 教会的人都会改变 就会 本来是荆棘的 变成了松树 本来是窒泥 变成了藩石楼 这个就是 留名 什么名呢 就是永远的证据 就是神的话语 大有能力改变人 而将人带他 进入一个完美的计划 这个就是 将两个意念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说 目的是那条路 神的方法 就是用他的话语 方法就是话语 就是引导人入这条路 大家能不能拿到 方法是话语 他没有说到就是圣灵 因为全文圣经都说到 圣灵在人身边做工 所以是神的话语 和圣灵做工 将人引导这条路 所以这个路 就是神的目的 但是方法就是 神用他的话语 和用圣灵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神的属性就是 祂有最高的意念 和安排 祂能够走 这个是最重点的 因为祂说到 是一个高的路 天怎样高过 所以我们用回祂的字 就是高 那怎样高呢 那些人会做错决定 人又不知前途 这是我形容 我形容 人会不知前途 人会做错决定 人会犯罪破坏 明明神安排的配偶 都可以破坏 因为他吵架 吵架就破坏了 但是神安排的那些 是最好的 神有一个 那这个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神有最好的计划 神有最好的安排 祂知道了前年的路 神有最好的安排 祂有最好的智慧 祂有最好的能力 祂又祝福人 祂将这些都是为了给人的 这里呢 我先讲过 神的属性 这里是爱 但是爱有很多方面 这里的特别是 祂为人安排一条好的路 就是好像父母 为子女预备 将来你读书 他为他安排的路 神也为你安排一条 非常好的路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发挥 不过呢 我不想太多 太多呢 你们会搞乱当的 只是说最主要 就是祂是最好的路 这条路是祝福我们的 就是祂这个属性 祂是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慈爱 预备一条这么好的路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而这个路呢 是超越了人 那如果我形容呢 用人的方法形容呢 就是人就周时都会 计划一样东西 又计划错 又计划做不到出来 又会破坏 又会很不开心 但是神的安排最好的 所以呢 有一样东西 基督徒可以做的 就是 当我们全心 进入神的计划 狂玩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那里讲到 如何进入呢 就是 将生你献上 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就会察验神 这个善良 神全可喜的旨意 那当然 一入这个旨意呢 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放心 可以很轻松 因为这条路是最好的 总之我们走完这条路 没有死的 因为神是最高的 他会 总之呢 什么都会做到最好的 就算我们有脱漏 我们求主赦免 他就会搞定了 他会帮我们 补帮的 当然 如果人故意犯罪 他会破坏计划 但如果我们一悔改 立即跟回神 就不用担心前路 不用担心婚姻 不用担心工作 不用担心经济 不用担心后果 不用担心事奉 什么都不用担心 因为他有条路最好的 现在说是应用 应用了这个教导 好了 神要成就这件事 他用什么工具呢 就是用他的话语 神呢 他的话语里的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神有改变人的能力 他有一个极高的 改变人的能力 而神的话语 就是带着这种极高的话语 他的能力 好处呢 特色就是这样的 神呢 我们就 有时捉不住 但是神的话语 就捉不住了 为什麽呢 给了我们 在圣经里面有 只要我们真的去找圣经 就可以发掘到神的话语 多么好 如果我们捉住 神呢 跟着他走呢 他就会成就神所起愈的 所以呢 我们不是很稳妥呢 以我和我说跟你有点不同的 我重点在神做事那里 神做事我可以很放心 很稳妥 神做事 当然我们回应神 但是我知道 我多说的是 神做事我可以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应許我放心 神做事一定会成就 所以神呢 就会来到我生命中做工呢 他会成就神的计划 只要我给神做事 他就会做事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属性 他有大能去改变人 他的话语带着能力 去改变人的 他必然亨通的 就是神计划了的东西呢 是会成就的 除非人破坏他的计划 如果人不破坏 人不犯罪 继续犯罪去破坏呢 一犯罪之后 求主赦免呢 我们就会入了神的教育 在那里听神的话 那时候呢 神的话语就会亨通 亨通到什么呢 亨通到什么呢 就是将我们带上这个天路 其实我们基督徒 是可以上这个天路 不过太多基督徒 是没有这个观念了 可以上天路 是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他们呢 只是用人的方法 去做基督徒 只是有了耶稣的救恩 接着我们就要听 遵从圣经的吩咐 但是圣经这里说呢 其实我们看阅体圣经 发觉 是很多时候讲神做什么 和神的本质 这里都是讲神的本质的 不是讲到他的路多高 和他的本质多高 他是为你预备 和他的话语 改变人呢 他的话语会成就 全部都讲神的质素 所以我们看圣经就发觉 他讲神 然后人怎么配合呢 主要不是讲人做什么 主要是讲神做什么 神的属性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解圣经呢 就会整天讲到神真是好 他计划了 那么好的 他就会有神的话语 发出来去成就这件事 一路做功了 那做功的结果又如何呢 亨通呢 接着呢 第十二节那里 那我们就会欢欢喜出来 感谢神 他就是这么有能力的 会令人开心的 只要我们让神做主 你留意 我不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这么说的 你听话就会欢喜 我们听话就会欢喜 这个是用人的角度 但是我又说什么 神会做功成就他伟大的事 我们让神做功 我们信教他 亲近他 他就会成就他的事 有没有发觉 那个角度不同呢 人的角度就是 你听话 你就会开心了 这个是人的角度 但是神的角度呢 我希望你狂谱就是说 神 他的话语有能力 他会带你进这条路 你给他做功 你信教他 亲近他 他就会改变你 认得你开开心心的 大家能否得到分别呢 这个角度是用神的角度 就是神做功 所以耶稣说到忧虑 他说你不用忧虑 因为神都照顾麻将 他先说神 先说你们不要忧虑 那我们看到 原来圣经 其实是整天都说神属性 和他的一点 不过人呢 说的时候 就整天都说了人先 我应该先说神 好了 那神做功呢 他就会怎样呢 他就说神做功 神做功 我们就欢欢起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渡 这个出来都可以 如果你发掘的意思 也有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 被神改变之后 我们就会出去 我们不会停留在这儿 我们会向前去的 我们会达出 我们会祝福这个世界 我们会带出来了 然后呢 就是蒙引渡 就是要走出来的 对不对 就是蒙神去引渡 很平平安安 平安的相反是什么呢 很多相反的 但是有一个相反 在这地方 可以忧虑 不用忧虑了 不用担心 所以神会令你平平安 轻轻轻轻 你可以走这道路 那蒙引渡 就是神都是带我们出去的 带我们出去 去哪里呢 就是走这道神完美的计划 就是祂是一个引渡者 另一个祂的属性 祂是一个引渡者 祂是一个轻松者 祂是轻松的 所以被带领的人 都是开开心心的 这跟很多人的宗教观是不同的 很多人的宗教观是如何呢 是要很严肃 我们都有严肃的一面 我们要敬畏神 不过圣经是多次说到 神是好喜乐 这都是说到神是很开心的 所以你给祂引渡 祂一引渡 祂一引渡 你留意我说 我们给祂引渡 是祂引渡 我们给祂引渡 我们给祂引渡 我们前面的山和田 这是figurative language 就是一些代表性的字眼 就是说到我们的路 或者我们改变的人 我们的果效 是会看到那些人开开心心的 那些人都会开心 就是我们也开心 人也开心 所以这个有一个意念就是 因高 起落的因高 我们会有起落 我们将起落 带给人 就是神有 是起落的 神是起落的 神可以将起落 传递给我们 祂的引渡也是起落的 又令到我们去改变人 然后就会结出很多果子 这里就说出了 有果子出来 就会为耶华流明 是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展出 那这里最后 是神的属性的什么呢 神是坚定在天 祂的什么都坚定在天 是不会遥动的 祂说了的一定会成就 祂说一定会 发出去成就的事 必然坑通 就一定会成就 作为一个证据 神是很站得稳的 祂不会遥动 祂所计划的事 必定成就 是一个永远的证据 不能展出 神的话语 永远有祂的大能 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会为耶华流明 就说 世人都说 神真是很厉害的 这也就是祂的属性 祂的名是至高的 祂的名是尊贵的 是会成为证据 即是说 祂是有证据的 神是有证据的 神是活着的 是留下证据的 神的预言 很多祂的话语 都是有证据的 不能展出 好了 应用这个经文 怎样呢 应用这个经文 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我们的重点 这个经文 全的经文 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走在神的圆明 神的话语的部分 是祂的方法 那么 反面例子 我们就要针对这件事 就是人呢 自以为是 就是以为我 追求一个女孩 我喜欢一个男孩 这个是最好的 我们眼看中的 我就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人的如绝 就算很多基督徒 都会很如绝 开会有时候会吵架 为什么呢 一边又说这个对 一边又说我又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不是一起去尋求神 有什么意念 而是他们会各 坚持己见 就是他有他的路 人坚持他的路 就有很大的问题 当人去坚持我 用我的方法 就很有问题 就算是侍奉 也是用我的方法 很有问题 这个就是人的 反面例子 比如很多基督徒结婚 是为什么呢 看到那个人有些火花 这个就是被感情引动 不是被神引动 神也可以用火花 不过如果是神的火花 我们一定要求求神 神就会为我们 认证 这个是我为你安排的 那我们走下去就不用担心了 但是如果不是神安排 结果是痛苦的 是会困难的 那就是 反面例子就是 人喜欢自己选择 而以为自己叻 自以为是 又不喜欢听人的意见 又不喜欢听神的意见 而且呢 就觉得 神的意见呢 就是那些老土啊 神安排的那些 不是最好的 这个人的反面例子 是神的属性 他安排全世界最好 是没有死的 我们走这条路 你一世都不用担心 不用忧虑 总之你听话 你亲近他 信靠他 第一信靠 就是我相信神最好 这个信靠是最重要的 我信靠他 我又亲近他 我又信服他 我又遵从事奉他 那他呢 就会带你进这条路 进了这条路 不用担心的了 我感谢神 神一路带领我 有这些教导 这个法人神熟悉教导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的 这个是神教我的 那我都用很多时间去研究 我去思考我感谢神 神带我进了这个法人神属性 查经法和讲道法 我都希望大家珍惜 哇有这么好的查经法 真是圣经讲 圣经法是神的恩典 神这么好 我就想进这条路了 想进这条路 那怎么进呢 神就感动你的 神会感动我 这条经文讲到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要发出了 如果发出呢 我们会收到感动 看圣经听到 会有感动的 有感动呢 如果这个意念 合乎圣经 是令到我们更加跟从神的路 是放下自我 是祝福人的 这个道路 这个就是神的意念 如果那些是合乎圣经 又是祝福人的 又是祝福我们的 不是用人的意思的 这个就是神的意念 神的意念 那我们走这条意念 就宽宽起起了 那我们可以放手了 不用担心了 不用背着 死了死了死了 明天会怎样呢 第二天会怎样呢 那些困难会怎样呢 就不用担心了 是天天都开开心心 走这条路上 神说了这是证据 留下一个永远的证据 是一定是真的 一定会走得滚的 一定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 走这条路上 这个我简单地说出 人的反面例子 神的属性 人的正面例子是什么呢 人的正面例子 有些人真的肯听神话 神就祝福他 开路 我感谢神 神让我开路去列国 神让我开路去查经法 和轻松得性 处理生命 都是神让我开路 我感谢神 是神教我的 我感谢神 原来我们肯听话 神是一路一路教我们的 可能是如何 如何 只要知道 我们有少少说到的 就是说 我们愿意 承认我是不行的 我不行的 我会想到最好的方法 我会想到最好的方法 我会想到在神面前 神是你带领我 神一定会带领 最主要是用神的话语 我们先不要第一信先知 因为先知的说话 我不是说不信 我信先知 我信有先知 不过神的话语 已经在了 大部分的指示 已经全部都在了 先知有什么作用呢 对 confirm神的话 或者在你的生命中的计划 所以主要不是找个先知 告诉你神有个计划 你说以赛书55章 也说得神有计划 CB1839也说了神有计划 黄板书12章1-2-2 也说了神有计划 已经说了 是一定的了 个个都有的了 是不是有了 你跟教理说 神有计划给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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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真的了 所以我们相信 神的话语里面所说的 只要我们给神去做功 神灵做功 神的话语做功 你是不是每天被神带领呢 还是你每天被怒气 闷诊怒嘈 那些人的说话带领呢 有些人是这样的 每天反复思想 那些坏人 那些说的东西 那些人怎样践踏我们 我们就慢慢想这些 那些是破坏的 那些是将我们摧残的 那些想的那些是无益处的 但如果我们想神的恩兰 神的话语 神有计划 没有人能破坏的 那我们就 什么事都发生都不要紧要了 不用怕的 放心 轻轻松松 你都要吓吓吓吓吓 你都要吓吓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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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心就要进不了了 那就可以进入这个脑了 大家想不想 我先用这个法仁神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那分别不是 只是强调我们做什么 是强调神已经做了多少 他已经有个奇妙计划 奇妙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用花仁神的属性 说到发财 是令人很放心 不用担心 轻轻松松 并且有信心 一定是真的 一定可以的 是一定可以的 为什么呢 只要我一天听话 我一不听话 我就求主舍面 接着我又听话就可以了 那很简单 很简单 没有听话 立刻求主舍面 接着改变 那就已经进入了 当然 越听话就越快 去到最高层次 层次也有高 因为神的层次 是高到不得了 天高的地很高 那有些人去到 去到多高呢 去到一棵树也好 树比人高 那棵树和天相差多远 从来很远 好了 那有些高点 去到大厦 挺厉害的 再高点 去到太平山 太平山 再高点 喜马拉雅山 再高点 大气层 再高点 月亮 还有月亮 还有牌 都未到的 就是神的路 是高到不得了的 只要我们肯听话 那种高超 所以你会发觉 我一直说是说神如何高超 我们只是配合 我们信服 亲人信靠 亲人信服 是否就会进入了 OK 有没有问题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 其实我在网上有很多篇 《法人神》属性 《法人神》 《法人神》 不过如果你看时间 有关年前 那些和现在都有很大分别 我一直在进步 你看到近的那些 就会更加好 我们又可以讨论 但我实想你们讨论 现在就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完 以后我更正 是学多很多东西的 如果我这样讲给你听 我刚刚讲完 你就会说是是是 但是你讨论的时候 就发觉 为什么我们讲 神 我都讲得少了 为什么讲少了 为什么可以讲这么多 还有 你发觉我是 保持一个狹窄的方向 我讲过狂窄的方向 不要 什么都讲进去 我只是讲什么呢 神有个奇妙计划 很高很高的 以神用他的话语成就 他会带领你的 他会引导你的 那你就放心进入路 那我们始终在一个 信息 在一个主题里面 就不会走来走去 OK 那大家都 试试这样做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什么呢 原来他有这么丰富的恩典 圣经只是将神那种奇妙 讲出来 所以我要发掘神的属性 希望大家都学到这个方法 将这个《茶经法》 推广出去 我真的觉得是神的礼物 神托父我要这样做 《茶经法》 神十字幕《茶经法》 刪直完其 Subslist